注意看 眼前的这两个人上一秒还在你死我活的争斗着 下一秒却统一战线 成为自己人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眼前这个巨大的神像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上回讲到 小美一行人落入巨大的流沙之中 醒来后的小美一看 众人别说安然无恙 就是连根头发都完好无损 于是小美看向头顶大喊 我们刚才就是从那上面掉下来的吗 乖乖这也太高了吧 于是众人突然想起来 刚才大家即将掉下去的时候 是依萨克的爷爷保护了他们 这是小美大喊 跟你们说了吧 绿色的能量应该就是小吉祥草王那 细达残留在学者身上的力量 旁边的依萨克看着又变成呆子的爷爷 默默陷入了沉思 这时众人才突然发现 这是什么鬼地方 沙漠底下居然有一座巨大的墓穴 一看这墓穴就历史悠久 大概率是赤王时期的建筑 于是阿尔海森瞬间化身掘墓者约里克 这时身后的拉赫曼大喊我超 这就是我们王的奇迹吗 这简直太酷了 活得金字塔爱 小喀拉咪一脸无语地表示 这人活这么大没在沙漠见过金字塔吗 只见拉赫曼一脸神圣地说道 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赤王的指引 是天神下凡 我决定和你们一起进去探险 众人表示这把克隆魔士 全员都是掘墓者 此时小喀拉咪问 你们那些佣兵同伴怎么办 你问我怎么办 我只能告诉他们六个字 愿神保佑你们 随后众人来到建筑内部 只见内部长满了植物 很显然 这个地方凝聚着草神和赤王两股力量 埃尔海森如是说道 你看我干啥 我有没有神之眼 我看个屁的力量 优贺 你还知道你没有神之眼吗 那你刚才在上面冲着我们三个有神之眼的避避赖赖 是梁静如给你的勇气吗 于是众人坐上了电梯深入建筑内部 我的圣母玛利亚呀 这就是赤王科技的全自动电梯吗 这真的太酷了 我能在这金字塔里待一万年 随后众人来到一座巨大的神像面前 只见阿尔海森慢慢地走向前去 望着眼前如此宏伟的景象意识出了神 这时拉赫曼打破了沉默 这时赤王时期的文字 随后阿尔海森一字不落地把所有字都翻译成普通话 拉赫曼绷不住了 你居然能看懂赤王的文字 阿尔海森轻蔑一笑 这有什么 每个年轻人毕业前都该学会至少二十门语言不是吗 这都能反尔赛 还好我从来没上过学 突然地上的装置闪起光芒 阿尔海森走进触摸了装置 突然一段记忆被投影出来 原来是赤王把世界外的禁忌力量带入到这个世界 于是禁忌知识就像病毒一般感染着所有事物 导致了死于以及魔灵病的出现 而这魔灵病也是导致迪娜泽戴和克莱身体虚弱的罪魁祸首 于是大磁树王出手了 他用力量停息了灾祸 但禁忌知识无法根除 意味着灾祸只是暂时停息 于是充满愧疚的赤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封印禁忌知识 为了配合赤王封印 大磁树王透支了自己的力量 身形变为孩童大小 大磁树王是好朋友 这个结论让拉赫曼大受打击 所有信仰赤王的沙漠子民们都坚信 是大磁树王的出现导致了自己的神势去 但现在事实真相却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假的 知道真相的拉赫曼究竟会选择接受事实 还是又与众人为敌呢